那么还有尽量满足居士们 同修们的愿望 愿望 最普遍的要求照相 要不要给他照理 要满意他 这个老和尚总是主动配合 尽量满足大家幸运 单独照行 货照也行 全家福照也行 统统满足 不识欢喜 不识慈悲 这个独信道 那么不适合照相 那有特殊原因 这个特殊原因 我们要知道 要怎样 善巧回避 尽量令人生欢喜心 这就对了 延迟 勤修凡恨 我们金宗同学 造你二三十年级 美国第一个金宗学会成立 我写了一篇 我写了一篇 缘起 提出五个括目 我写在这个地方 这五个括目 就是三福 六侯 三学 六度 十月 很简单 很容易记得 我们一定要落实 三福 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六合金 活为贵 家活万事 不活 那就是灭法 所以老和尚 最后表发的 这个应该是 阿弥陀佛告诉你 你什么时候 看到一本书 这本书叫 若要佛法心 唯有神赞神 这本书出现了 阿弥陀佛就来 借引他到极乐世界 所以 这张照片 是往生前三天照的 往生前三天照的 最后的表发 表这个法之后 他老人家 离开我们 到极乐世界去 一生 表发 圆满 他表发 圆满了 接下来之后 是轮到 我们表发了 我们怎么个表发 把它的光碟 看上一千遍 你自然会 表发了 阿弥陀佛